我要去天府机场坐飞机了 机场那里有非常多的便捷的设计 今天就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我们一到达天府机场了 我发现在地铁站这边就有 直击的机器 我们现在去直击 先放上身份证 这就是我的红班 攻击牌出来了 我们现在来办理一下拖运行李 好 我的行李条已经打印好了 好了 好了 搞定 好不可思议 我就办理完直击了 从来没有感觉自己能够如此凉手空空 如此轻松地出现在机场的出发大厅 感觉自己都不像是一个即将要全头航班出发的人 从今年的10月31号开始 成都天府机场将会迎来第二行季 即使将新增长龙青岛山东上海四家航司转至天府机场进行运营 加上第一行季过来的八家航司 从第二行季开始将会有12家航司的航班将会在天府机场运营 即便有越来越多的飞机将会从这里起飞 但无处不在的便捷通道将会让你的出行路独在排长队 旅客除了到我们航站楼现场进行直击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更便捷的程序 就是在我们的天府国际机场的微信小程序上面 找到服务的选项 在下面的在线直击板块 能够进入相应的小程序 输入自己的航班号及身份信息 能够完成线上的直击 从下了地铁到我现在逛完安捷 仅花了20分钟的时间 本来我给自己预留在机场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但是今天办完所有的手续 仅花了不到半小时 目前距离我的起飞还有一个半小时 接下来就是我的休闲娱乐好时光 我们后继区里面的商业 特别是餐饮商业 保证我们跟成都同城同志同驾 同时在我们的中央商业区 也有奢侈品的商业服务 可以供大家去逛逛去消钱 在天府机场的后继楼内 你可以发现 登机和下飞机是在同一个楼层 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流程设置 这样的设置最大的便捷 就是方便了我们的中转旅客 打个比方说 如果您的前续航班下飞机是在246号口 而您的后续航班登机是在前方的235号口 您只需要从这个登机口出来 同楼层走步行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前往你的后续航班的登机口 在天府国际机场便捷的设计无处不在 这样的车型领途你挨了吗 微信提示成都拥有双流和天府 两座国际枢纽机场 出发前请确认机票信息 不要走错了哦